陈正是说这个故事的这个人 他掏了一条狼仔 悄悄把他带回了所居住的地方 因为他的对狼的好奇心 他想要占有这只小狼 导演其实他心里面 已经有一个非常清晰的陈正的 所以对我来讲就比较好的一点 就是我可以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几次调整之后 我就基本上就找到这个人物的感觉 杨克他也是很爱护小动物 很联系这个草原生命 但是他看得到的是一个很直率的 草原大命的生物链 他在老天子放上就放他走吧 我养他就要养他一辈子 我伺候他一辈子 陈正是一个比较深思熟虑 比较内心比较哲学性的一个孩子 杨克是学艺术的 他是一个阳光开朗 然后呢就是艺术大男孩 这种感觉的一个 哪天你资格给资格输点狼 写不得了吗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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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包顺贵伍他是一个学农学的 刚开始他就是执行政策 种更多的粮食 然后我们灭狼 两头狼啊 这才刚刚开始 战域所房子这所诊所 这将来就会成为一个城市 可是他真不知道在草原上 是不适合你这样 爱宠 蚊子 蜀类 尤其是狼 通通一网打击 《豪放》 也可以称它为性感 就是在电影里面 就觉得他发在跟狼搏斗那场戏里 让你觉得他特别的那种性感 就是那种非常有力量的那种 野性的魅力吧我觉得 我非常感兴趣 我能够有这一群演员 与他们的演员 我非常感兴趣 我愿意做到另一部剧 我会拍摄 所有这群演员 我希望找到另一部剧 给他们 是个宝贝的 小人